今天是8月10日星期一 今天港股大幅波动了 有两个主要新闻 第一就是腾讯大跌 受到美国制裁WeChat的拖累 腾讯一开始就跌3.3% 拖累指数跌97点 有波冒险跌0.84% 拖累指数跌12点 恒生指数开始跌154点 国际指数跌58点 另外一宗大新闻就是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捕 连同壹传媒的行政总裁 总编辑和黎智英两个儿子都被捕 令到壹传媒股价开始急跌 大幅下跌 腾讯大跌拖累了所有的互联网股 好像阿里巴巴 小米 网易 微盟等 但美团点评不受影响 就升1.6% 黄金限跌 至今跌8% 新东黄金跌3.7% 赵金跌5.7% 但零保黄金发盈升5% 恒生指数最低跌到去 272跌259点 但低位又支持港股回升 主要是中国移动升2.9% 令指数升29点 还有澳门政府可能放宽入境限制 澳门博菜股急升 银鱼升7% 沙升3.6% 恒生指数一度升到去24508 跌23点 上了收市恒生指数跌27点 国企指数跌38点 港股下午早段变化不大 但中段突然之间急升 恒生指数一度升5点 那么多 最主要呢 到收市的时候又去看些 那 那 腾讯跌4.8% 令指数跌142点 阿里巴巴跌2.9% 平衡后市增跌3.8% 那还有其他的 新东方在线跌6.9% 深度跌7.1% 但是仪卡升16% 那医药股也都受到 中美关系恶劣拖累 中生制药跌5.7% 康熙乐跌8.8% 永泰生物跌7.4% 首基設備股也都是下跌 瑞星跌5.7% 信羽跌3.2% 高位电子跌8% 那下周呢 突然之间港股反弹 主要是汇丰升1.2% 和中美移动升2.6% 那么恒生指数呢 一度升5.5% 那么多 但是最特别的呢 就是那些传媒股 一传媒又下跌 变成了升3倍 那么 有线电视 升40% 那么还有只 望机葵组 就升40% 那么恒生指数呢 收市呢 都是要跌7 154点 国际指数跌72点 成交1,352亿 港股仍然是下跌 投资者应该沽货